大家好,欢迎收看喵娱乐,今天来看看有哪些精彩内容。 对于战战这些天的表现,小喵给战战算12个赞,但是无奈人红是非多。 从之前某导演吐槽之后,战战都是自己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儿真的很棒。 针对网络上的事件,小喵就来说说,代表小喵个人观点。 前辈可以对新生演员进行指点,但绝对不是直指点点,是指点不是直指点点。 最近总是演艺界的前辈看不惯新生代演员,尤其是在演艺综艺上,对流量演员更是指责万千。 但是小编觉得,其实流量只是新时代的产物,并不能说明新生代就真的不行。 新生代的顶级流量演员也是经过淘汰胜利而产出的。 最近小喵在追电视剧庆余年,里面有两顿花絮是这样子的哈。 陈道明老师在给张乐远讲戏,两人都很仔细很认真。 还有一个副导演在给肖战讲戏,导演会声会色,肖战也很认真的在听。 但是两个人的风评完全不同,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吧,导演给肖战讲戏很正常,但是就是有前辈出来指点了,说肖战还要导演一句一句的教说台词,演技不好了。 事实上,这位前辈也不是第一次这么针对肖战说了。 然而小喵今天想说的是,前辈可以对新生演员进行指点,但绝对不是直指点点。 真正的艺术家是很爱惜自己的羽毛的,他们清高谦逊,也可以为了角色放下清高。 你没见过陈道明指点过任何一位新生代演员,张若云是实力派演员,陈道明来给实力派演员讲戏,也没见他到处高调炫耀呀。 在我们的歌中,在失灵奇境中,也没见过哪一位真正的实力派演员或者歌手来说一句什么呀。 就算有节目效果,商业吹捧,但总有不一样的理由,总不是一味的你唱得很好听这样过于标准的夸发吧。 前几年我们听到的假话太多了,以至于近些年来,只要和别人发出不一样的声音,只要是批判,我们都会去关注,去特别的在意。 但是小苗还是想说,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很爱惜自己羽毛的,他们对于对手和同事的尊敬都是很难得的,对于后辈更是爱护,谁还没有年轻的时候呢? 然后请大家在网络上善待肖战,不爱请别伤害。 近两天随处可见肖战一位在星光大厂唱一年而被骂,不管是肖战还是其他人,爆红的艺人,不管做什么都会被放大化。 方方面面都被注视着,一次也不能失误,也不允许失误。 如果你是肖战的粉丝,你就相信他,支持他。 对于此次的热搜,是由于在现场唱云年导致的。 那我们来看看中央人民广播电视音乐节目中心的人是怎么说的。 有些歌就不适合在舞台上唱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比过,在舞台上和KTV里唱歌,那感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 并且这首歌的调以及曲式,以及高低音真假声转换,舞台上唱不仅仅是看唱的人怎么样,还有乐器、音响、拍摄收音之类的外部因素。 而且唱得完整,不意味唱得有感情,唱得稳,唱得好听。 肖战唱的感情还是很充沛的,也不是肖战唱得很好,但不至于被骂上热搜的吧。 平心而论,在星光大赏上,其他艺人唱歌的视频与在录影棚里比,也是有出入的。 况且这首歌本来就不适合在现场唱,不爱请别伤害,没有必要黑吧,没有必要骂吧,还骂上热搜, 真的是印证了,人红是非多,请善待肖战,不爱请别伤害,支持战战,小飞侠一直都在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